加塞案夜炮声隆隆 以色列扩大地面战第三天 坦克大军步兵实施进攻扫荡哈马斯 CNN记者边境直击以军攻击力道丝毫未减 不过这一幕引发质疑 巴勒斯坦记者募集一辆白色轿车遭以军坦克炮击 炮口瞄准民用车辆 军方虽未对此作出回应 但恐怕又会引起国际舆论撒伐 尽管国际社会反对以色列出兵 但对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来说似乎作用不大 将哈马斯突袭比喻为以色列版的911 纳坦雅胡坚持绝不停火 只是以军炮火攻击的显然不只有哈马斯 加萨居民直言根本无路可逃 在以色列军事压迫下宛如生活在领域中 TVB的新闻会宣布到 炮民弹落在加萨走廊残破的天际线上 每一枚都在预告新一波空袭要来临 尤其加萨北部隶属红星月会的盛城医院也遭攻击 但仔细一看除了50公尺外周遭建筑毁损 医院本体却几乎毫发无伤 Bianca 当时这些攻击很近 Al Quds hospital 第二个最大 Gaza 巴勒斯坦雅胡坚持 前一天以色列就连抠两通电话 要求盛城医院里1.2万人全部紧急撤离 院长不但已会伤害人命为由 坚定拒绝更驳斥以色列说医院并未庇护哈马斯 加萨最大的西法医院收容将近5万人 同样收到以色列军方的撤离通告 但对加萨人来说 这是他们仅存少数的容身之地 也只有留在医院才可能有一丝生机 在加萨印尼医院 医护症紧急为病人进行CPR 在甘尤尼斯医院 救护车司机马不停蹄准备出动 一些医院不得已将轻微伤患安置在户外 似乎也在告诉以色列军队 只有停止逼迫空袭才是救人唯一办法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妈妈带着悲伤情绪 秀出手机上的照片 因为她的女儿惨遭哈马斯杀害 她的爱女就是10月7号参加音乐节的23岁 以德双重国籍女子卢克 她被哈马斯绑走后甚至遭到虐待游街 虽然一度传出人还健在 不过以色列政府在周一证实 已经找到她的遗体 初步研判死因是头部中枪 不过在悲伤中却传出了好消息 民众跟着音乐开心欢呼 蹦蹦跳跳 因为以色列国防军在连夜地面行动中 救出一名沦为人职的女兵 不过哈马斯手中还有至少239名人职 组织更释出这段76秒影片显示 三名以色列妇女坐在椅子上 其中一位对着镜头怒喊 而且越讲越激烈 在片尾时几乎大声尖叫 批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为何还没有救出他们 不过这三位妇女的家属看到这段影片后 感到一丝丝希望 然而纳坦雅胡发表声明驳斥 认为在以色列出兵之际 哈马斯释出人职影片完全是打心理战 以色列政府不会动摇消灭哈马斯的决心 TBB的新闻综合报导 以巴平民还在战火中挣扎 但掌控加萨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哈马斯海外领袖马沙尔 日前接受埃及电视台访问时表示 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攻击获得外界认同 他提到除了分散美国注意力 让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受益 还说中国大陆相当钦佩 哈马斯的突袭手法 有意效法作为武力犯台的参考计划 马沙尔还说到 大陆把哈马斯的攻击 视为目眩神秘的例子 恐怖主义危害国际安全胜据 印太地区的整个的安全与繁荣 也攸关全球的发展与稳定 那我们国军会持续依照 这个移情的威胁 来强化自我的防御能力 正在北京举办的香山论坛 同样关注尾巴冲突 主办方宣称 特别邀请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代表与会 但现场只看到以色列国旗 对于哈马斯领袖的言论 我们询问三位大陆军方人员 一味做出回应 他这种说法我不是认可的 是不是 我们中国军队怎么能够效法 其他的这些武装组织或者是军队呢 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 我们中国军队是个大国的军队 我们是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香山论坛讨论观察的重点 包括大陆美国俄罗斯军方的互动 相较于美国代表保持低调 中俄军方的交流更为热络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30号在北京八一大楼 和俄罗斯防长萧一谷进行会谈 会谈前张又霞除了为萧一谷 举行欢迎仪式 还陪同检阅解放军仪仗队 TVBS新闻程序 李敏珍北京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